大家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四 期止結算 好了,我們看看今天的市場又下跌 升的板塊只有六個 幾少 升的板塊有醫療保健、煤炭、煤體、半導體 其中之中只是煤炭和半導體 真正在撐起大局 農產品不會是很撐起大局 不過將來很多農產品的股票都應該很有前景 大家值得要留意 因為中國農業改革已經在路上 其實已經有很多事情在新疆做到 大家知不知道新疆裏面 已經可以買到大雜蟹 出產到大雜蟹 又出產到這個沙 不是三文魚 是紅樽魚 是三文魚那一族 然後新疆棉花已經全世界產量第一 番茄又是產量第一 新疆那裏現在可以種到水稻 亦都可以種到什麼呢 如果在甘肅是閃西 都可以種到橄欖油 遲些少的話 匹列的橄欖油和意大利的橄欖油 可以收工了 甘肅也要出產很多葡萄 葡萄芝 可以生產紅酒 以後大家可以考慮買賣 中國的紅酒 在這一點裏面很重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農業 始終是民生之本 你不買農業的話 你就遲早將來 一定會被美國人捏死你 好了 看看 版塊裏面 第一件事 醫療版塊 有這麼多的東西 除了有些大觀看 有些很細矮的 基本上升 所有醫療保健股 大家值得亦可以留意 不小心 有些新藥出來之後 就會升20-30% 煤炭當然是 始終曾經說過 因為中國方面的能源需求是多的 很多生產能源的東西 還要有些時間去做 中國最近已經通過了 建立五個核電站 暫時核電站未見到之後出來的時候 還有很多水電站、煤炭 這個一定會要做的 然後跟著媒體 媒體是很細矮的 雲音樂這些當然可以有 這些是遲點 第二次很多人都會聽著耳機等等 這些也是將來可以出現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就等於以前 我們在70年代、6年代 很多人都會去看那些粵語長片 原來不閒 只會去消耗時間 唱兩句而已 農產品證明已經說了 大家可以值管留意一下 最重要是有些好像十月露田 中南加階康和跟著豬有關係的 大家就需要留意一下 有些是生產農產品 有些只是做中間商 中間商沒有什麼前途 生產農產品那些才行 半導體肯定是很重要的 這些就是這樣 再次我們看看各個版派方面來說 美團今天增加很多 美團今天增加很多的時裝 因為它有回購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願意 大家去考慮買了美團 其他就死了 其他這些 其他這些 柯技股都死了 因為它沒有回購 看看大使方面 唉不要養了 不要養了 應該可能回視一下172 172是哪裏呢 172就是玻利加通道中足 回視好了 千萬不要掉下跌 跌下跌就死了 就是又再死了 應該回視到這裏 再回上去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回視一下172再上的機會 是大過穿172再下的 那麼 給多一些時間去看 9月呢 9月應該可以見得到真章了 好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 有什麼辦法可以留意 今天應該留意一隻 就是這個綠葉 我可以留意一隻